马苏喜欢什么类似的哪一首 跟我说什么 我觉得首先它得是一个阳光一点的嘛 性格开朗一些的 我不太喜欢特别阴郁的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驾驭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东北人喜欢个高的 这是东北人的 每一个东北人都是就是喜欢个大个 这就是一个标准 这都是个标准 然后我觉得它要有身材管理 因为有身材管理的人 它说明它对自我它是对它是有要求的 不能就是它就不会有太多恶习 比如说它不会喝大酒 不会去抽烟熬夜 因为一旦那样的话的人是不会 这都是演员 就演员 其他的就是我之前说的嘛 性格性格能够阳光乐观一点嘛 然后哪怕有脾气不要紧 但是大家就直来直往的 说出来马上就解决了就好了 不要去过于复杂的思绪 我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去处理了 就有别你自己三天憋个大招出来 我就就原来是这件事我都忘了 你这再来说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马总喜欢小孩吗 我特别喜欢小孩 那他肯定想要小孩 所以我说我希望的是一个家庭的完整性 这件事会让你焦虑吗 因为时间这东西它一定是往前走的 焦虑是必然的吧 只要是人都会有情绪上的此起彼伏嘛 但是它就是你自己要调整自己嘛 你要面对自己面对生活 就像我也跟一些朋友探讨 就是一些情感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在跟我讲说 人生嘛你有长版有短版 可能你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是要做很多工作的 你要去就像你做演员 你要做就拍一些作品 你是要也有你自己的使命的 那你的使命就是通过你的表演 传达更多的思想 或者说你是一些价值 人生的探讨 那这就是你的使命 那可能爱情这方面 婚姻这方面就是你的短版 你何必要拿你的短版 去跟你的长版碰呢 你永远超不过你的长版 于是请你放下你的短版 去发挥你的长版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收获到了你的幸福感 同时说不准 他就出现了一个人 未必是婚姻 但他也未必不是陪伴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 当我非常纠结的时候 他给我讲了这样的一番话之后 似乎我觉得有了一点点 我对这件事情的放松 但不能说放下 这个人生来说的话 都是需要每件事情都要经历的 如果说没有经历的话 后天就需要补课 就是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还在教功课 功课还没有做完 不及格 我一般其实我是喜欢 我是比较主动的 最近有追过女孩吗 最近啊 我最近好像没有 如果 我真的一眼看上去 我真的很想了解你 对 喜欢演员 对 喜欢演员 首先肯定会发消息 然后问你在干嘛 我不是很喜欢在 只是在软件上 就是聊 喜欢见面聊 对 我是想真是就见到人 要保持保量的 面对面的那个聊天 我觉得都很重要 你应该平均一个星期大概能约几次见面呢 那我是希望就是大概 但也不能太频繁 一开始 两三天 因为我想我觉得要稍微的保持一点 那个那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约了 我们见面了 吃了饭了 然后我们聊的还蛮尽兴的 我觉得大概要隔个大概 两天 至少两天三天吧 也就一个星期大概是约两到三次 对 两天三天 让我们大家彼此都 就是整理一下那个情绪啊 那回家了之后呢 一般都会整理这个情绪 想的是什么呢 先回味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 或者就是在中间也会想一下 我们中间到底适不适合 这次约会当中传递出了他是不是 跟我是有共同的一个爱好 我们俩聊的是不是 就是我们是不是很顺畅 是在一条轨道上 不是他聊他的我聊我的 我们俩都在一个频率上的那种 然后还有就是 他的他的价值观啊 和他的人生观啊 这时候就可能考虑到他的消费观啊 然后他的生活 他的想法 生活状态 然后包括他他想未来的规划 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也会问到 你以后想什么样的生活 嗯嗯嗯嗯 状态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我听下来啊就是 相当于你不图对方的任何社会属性的东西 嗯嗯嗯嗯 那因为可能自己的相对于都已经 把自己的部分做完成了 嗯嗯嗯嗯 但是我是希望他是 就不需要说是有 啊有有多好或者有多多低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那一片 事情在忙吧 我觉得蛮重要的 那就譬如说 咱们可以规划为职业来说的话 那你喜欢做什么样职业的女孩啊 这个稳定的上班族 稳定的上班族 还是也是 自由 相对自由职业一点的 忙的时候很忙 闲的时候很闲 这也都行 他自由职业也行 因为我之前也 谈过那种自由职业 就自己开工作室 画室那样的 然后 然后也有上班族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 至少是他有他自己的事情 在忙吗 我听起来我感觉其实 俊宁对另一半的标准 其实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标准 就是他是一个感觉 对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比较完整了 就是生活各方面都都稳定了 所以才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标准 谢谢大家 AYI